不要说警察 你知道我儿子做过督察 他的督察朋友跟他说 每人有两箱口罩拿回家 所以很多市面上有人买到CSI的 就是程教署做的口罩 280元一盒 还有网上Facebook有个警察的老婆 还要拍出来 拍着一箱口罩 她坐在警车里拍的 原来这些口罩真的这么难买吗 我不觉得 接着人们就笑他说二手口罩 她就晒出来是CSI的 拍着给人看 现在被高灯仔起了底 是警察的老婆 还要拿出来卖 多赞 但是医护那边 我们认识医护高级的 他说高屏人员的口罩是足够的 低下的那些真的少 是限住派的 还要是什么 我说为什么会不够 政府不是有很多存货吗 他说 你知不知道现在口罩 我们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 就是一个特区 你知不知道口罩是属于国家资源 所以我们香港是有责任和义务 是将物资上缴中央去救过的 香港只是一个小城市 你要先救过国家资源 也有海关 全部都是我的儿子的朋友 证实了 香港是有两架大货车 在一月的时候 两架大货柜车 运了口罩上大陆 在武汉爆了之后没多久 所以我们不够口罩 而消防员最初派的口罩是2017年 医管局派的口罩是2014年 即是2015、2016那些不见了 2018、2019那些又不知去了哪 而最近消防员再派的口罩给他们 是什么时候 是2010年的 即是说 拿回那些仓底出来给你们 但是新的那些就运了上去 还有就是政府又说谎 他说程教署是每个月有110万个口罩 错了 程教署里面的人说 是每个星期有100万个 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有80万个是一定要运上大陆 他们留20万个在香港 是每个星期的 其实政府现在的仓 原本应该有成亿口罩在这里 去了哪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就是不是说什么沙士又怎么样 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现在是大陆抢了我们的口罩 接着现在还要说 韩国政府已经说了 韩国传媒已经说了 大陆不将口罩原材料 运给其他国家 因为原来那条棉绳也是中国做的 里面的过滤网也是中国做的 那些不绩布也是中国的原材料 只不过运到日本 运到韩国运到美国 然后他们加工 他们检测 他们做消毒 这就叫日本做韩国做 你明白吗 也有很多口罩 在中国大陆 是全世界最多口罩出口的地方 在中国制造 然后拿去日本卖 贴日本的牌子 或者日本的厂商 在中国做了 运回去他们包装 所以根本上大陆就控制了一切 现在问题就是 你大陆这么大的口罩资源 但是我们香港要不断扑 你看林郑还说 口罩供应了 联络了 市面出售 但是我们不会控制价格 你说是否贱价 那为什么那些警察 到现在都还有口罩派 你说是否拿来搞 幸好我媳妇好笑 我媳妇之前在长洲 她刚刚大陆的时候 她的学生又说流感 她去校务处拿一大袋口罩 小童口罩来的 就是给学生那些 她辣植去死了 她就拿了一袋口罩回来 几十个 用到现在 因为她知道她快要生孩子 她生孩子之前又去南一队 因为她入医院要口罩 今天看看真是CSI的 员教署做那些口罩来的 她说她官校 官校就有得泰 她说我们科学校 何几打都一天拿点 一天拿点 房起它 怎么知道明年又会有疫情 又要抢口罩 拿来命 政府反正口罩都给上大陆了 我拿来真的 不拿来对你不住 为什么我赞成 这次他们要罢工 因为完全情况和SARS是不同 我们这次是被人摆在这里打 即是几面夹攻 所以是没得谈的 不同的SARS SARS是我们自己本土的 我们自己去追 还有没有人跟我们携口罩 其他人都会帮 就算大陆都会帮我们 那时候也有供应口罩下来 但是现在不是 她抢上我们的口罩 然后把人们放下来 传播细菌 那怎么会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你知道我一向 我都不是很支持这些东西 但是我这次也支持他们 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 谢谢大家